好 金華誠愛這把火終究還是燒到了柯文哲自己的身上 剛剛提到了其實剪連繽紛實路 今天到了柯文哲住家是進行了大搜索 那其實昨天就是柯文哲在這個記者會當中 大家應該印象都很深刻 他跟小草們是鞠躬道歉 他就說你們的憤怒我蓋瓜承受 不過也被發現說他先前已經去剪了頭髮了 但是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看到這一幕 他就直接在政論節目當中就說 柯文哲應該是知道北檢會去他家敲門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剪了頭髮 剪了頭髮要幹嘛呢 就代表說這未來幾個月就不會再剪頭髮了 而他現在大膽的預測讓很多網友直呼 根本就是神預言 而柯文哲開記者會也被北市議員林彥鳳認為說 根本就是不堪檢驗 避重就輕 就唱那柯文哲 你騙子就是騙子 那麼嚴若芳更是整理了五大的笑話 包括說自己從來沒有看過賬本 以及這數千萬的補助金形容成是天外的一筆橫財 更證實了莫可是寄身到這個柯文哲的進總辦公室的 可以看到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這場記者會根本就沒有拿出實質的一些證明證明自己的清白 根本就只是想要動員小草來幫自己拍拍手而已啦 那麼苗博雅更酸說藍綠現在都不敢做的事情 但柯文哲全都走了 急到連後車廂都還沒關車子就趕緊離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二十九號面對媒體急著衝出家門 還在查帳記者會前刻意換上新髮型剪好頭髮 並宣布請假黨主席三個月 迢迢退路似乎提前布局好 隔了一天柯文哲住家就被檢調單位搜索 是不是早就心裡有書 阿伯真是機靈啊 怎麼那麼厲害 大家都在傳今天會被搜 阿伯就知道真的自己被搜 還傳出點連單位一度聯絡不上柯文哲 有逃亡疑慮 雖然民眾黨趕緊發聲明澄清是假消息 一定全力配合調查 但這一次柯文哲要面臨的法律責任 可能還是在劫難逃 律師點出如果查到不證利益 罪重是有可能到無期徒刑 依照之前柯文哲的副市長彭正生 在北檢約潭所列的罪名 是用貪污治罪條例的土利罪 土利罪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被查獲相關的金流 或者是有不證利益的情況 他就會像殷小偉一樣 用違背職務受賄罪 最終無期徒刑的犯罪 黨主席被突襲搜索 民眾黨面臨空前險境 就看柯文哲該如何化解危機 記得李洛同林俊庭採訪報導